我假装去抓梅三少了 但是其实我跟她联手 那她怎么会信啊 你不知道 我帮她抓住了 潜伏在他们眉府多年的内鬼 我现在 可是她的救命恩人 小宝 不是我说你啊 我是看你 脸黑心不黑 不过啊 别感谢你 感谢你 不不 我们白着呢 我 也有我的功劳好不好 如果不是我劝说 她这驴脾气 怎么可能会跟你 是 是啊 多亏你 牛啊 牛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总之呢 都到自己地盘了 大家想吃什么随便说 跟阿柔姑娘说 闺女 闺女 这是咱自己的地盘啊 这个我听说啊 他们家有上好的女儿红 你给爹整一坛呗 一坛哪够啊 想喝几坛 喝几坛嘛 好好好 原来何老爹喜欢这个 那我们里边请 请请请 里边请 请请请 巧了点啊 知道了 知道了 阿柔 在 大家都挺累了 你给他们安排早点休息吧 是 少爷 明太子 我不累 要不咱们 喝一个 走啊 走走走 我 你干嘛呀 媳妇 我跟他们讨论一下战术 你 你先去玩这儿 我用了小孩 你少不掉 你 去 去吧 好 走了 喂 盈瑶 走吧 我带你去泡我们如意楼上好的 玫瑰花瓣泡泡玉 走啊 去吧 郡主 喝杯茶吧 谢谢 你皮肤好好啊 我这在山寨也不能洗澡 皮肤都糙了好多了 那你今天就好好泡一泡 我给你多弄点花瓣 好 君主果然不一样 她那么漂亮 又那么有气质 再看看我 就只有胸口碎大石的气质 该嫁给梅三少的人 应该是她的 如果我们现在把身份调换过来 那我岂不是要嫁给梅三少 小宝怎么办呀 当初就是在这里 这个房间 我们 就这样交换了命 是啊 这本该要去将军府的 却进了土匪窝 这本该要去土匪窝的 却进了将军府 小丸子 那你在梅府住得可好 这梅三少可有欺负你啊 她对我特别特别好 她会教我认字 会给我做菜吃 还会悄悄地给我盖被子 更重要的是 只要我遇到危险 她立马就会出现 保护我 这梅三少 当真有你说得这么好 是啊 不过你放心 我答应过巧云和秋华 只要你一回来 我就离开梅府 把郡主的身份还给你 只要你给我一晚的时间 让我好好地跟她道个别 我明天立马就走 你别走啊 你为什么要走 我已经答应巧云和秋华了 我必须要走 此事也怪我 我真没想到来青州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啊 就跟一场梦一样 有的时候 我看着梅三少 就像是那水中的倒影 恐怕 一碰就要没了 就算是梦又如何 我们两个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别走 可是巧云说 这是欺君之罪 要杀头的 小丸子 你要相信我 不如我们就把这场戏演下去 后边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 好 我相信你